冰淇淋加黑咖啡 一冷一热 一甜一酷 绝对特别 试一下 看来 你对我的了解 人比我对你的了解 要深得多 我记得有一次 我去加拿大滑雪 第一天去的时候 胳膊就摔伤了 跟我一去的朋友啊 都出去玩呢 就我一个人 在度假村里面看雪 突然我就特别想吃冰淇淋 我就踩着很厚很厚的鸡血 走了很远很远 我才买回来 是我这辈子吃过 最好吃的冰淇淋 虽然都是从冰柜里面 拿出来的 但夏天的冰淇淋很柔软 冬天的冰淇淋 多了几分坚硬 有点寂寞冷清的味道 不觉得很奇怪吗 不觉得很奇怪吗 人在小的时候 都喜欢甜 讨厌苦 那好像是生命最初 幸福的味道 但长大了之后 有很多人开始喜欢 品尝苦涩 也许是因为长大以后 我们的味蕾才开始真正明白 苦涩本就是生命的一部分 无法躲避 只能学会品尝 你试一下 再吃热冰淇淋 太冰了吧 先苦后天 试一下 怎么样 我的牙 牙快掉了 想说什么 不客气 不客气 其实生活啊 不一定一直美好 那些挣扎 可以让你变得更坚强 那些改变 可以让你变得更有知悔 那 我就带着你的坚强 和智慧先回去了 免得你扣好工资 拜拜 郝总 您的咖啡 您要的照片都已经拍完了 好极了 一会儿转给我 好 走吧 喂 帮我查一个人 深思公司的董事长 侯叶蓁 新总 再来 这是我重新做的分析报告 什么意思啊 冰淇淋 事后诸葛亮啊 我只是想证明 同意我进公司 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希望这次我没有浪费 公司白银级里的墨水 如果又是浪费呢 如果又是浪费的话 我会以利为重 及时尺寸 放那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总 以后公司的月节报告 都由你来做 还有 我不喜欢别人叫我新总 叫我Cindy 好 李辉 跟我先当会议室 好嘞 恭喜你啊 有惊无险度过Cindy 好 来了 我呢 他主要是希望和DH合作 所以 其他的条件 老邓 不是说不可以谈 老邓 我说老邓 你什么意思 你不是说不跟他们DH合作了吗 幸福我今天来得早 在楼下看见你司机 不然我差点就被你忽悠了 怎么 跟我玩音的是吧 不是 老邓 你 你先坐下再说 这谁忽悠你了 我们大家都是有底线的 你的底线是钱 我的底线是合作 行 新小姐 别拖着了 给你送个话 趁我和老邓都在 到底跟这些合作 有时间吗 送两边咖啡过去 好 好 罗总喝咖啡 郑总 谢谢啊 喝什么咖啡 我来又不是变得喝咖啡呢 不是 老罗 你稍安勿躁 我相信新总一定会有他的安排 宁老城 你坐下 听一下吧 怎么都不说话 你 你说 你们到底选择跟谁合作 我也知道了 你们心里头都有答案了 对吧 那 心里姐 我可以说一下我的看法吗 说吧 是这样的啊 罗总 我们这边呢 也还需要些时间再考虑 但是一定会尽快给您答复的 在您这边 就这次二手车网站落地实体经营 扩大线下门店 还有后续的维修质保服务 策划方案 以及详细的预算也还没给到我们 所以我们的评估也会有所阻碍 但是日新科技这边的 二手车网站策划方案就很齐全很详细 你们什么意思啊 不改名了 你们就想跟日新科技合作 对吧 你们当我姓罗的 大什么事啊 失速的嘛 让我陪跑 浪费时间 罗总 思念姐 罗总 罗总 太 太冲动了 陪小辰 你出去吧 不用 姑娘 你先坐着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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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新总啊 人家小姑娘说得没错呀 这个资料都没有交齐全的 就来谈项目 这个老罗是应该改改她的态度了 小姑娘 你是看过 我们这次公司的项目资料吗 嗯 哎呀 新总啊 这个小姑娘真的很不错 很认真的 如果我们这次日新科技能和DH 顺利推进合作的话 我希望严小姐能作为我们项目的 分析员 DH和日新的 合作投资分析方案 就交给你来做 好不好 当然 我们DH一直都是以客户的需求为准的 所以 没问题 那就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邓总慢走 再见 自作聪明 我作为你的上司 我没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吗 还是颜小辰 你认为你比我更有能力 掌控这个项目的进程 谁让你在这种场合下 说出有这么明确的倾向性答案的 你如果这么有野心 你干吗做分析员呀 你坐我的位置好了 我只是实话实说 是吗 我希望你拿出的分析报告 对得起你今天这份勇气 那个项目 还是按照你说的办法 什么项目 就那 那个项目啊 行 你 你不知道去 走 走 走 你